讓這個物體分割跟物件識別模型 好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就是在我們目前教的都是應用 也就是說 我們目前就是理論的課程其實之前都已經結束了 那目前都在教大家應用 怎麼去做這些有的沒的 好 我們目前只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影像 一個影像 你去問他說這是什麼 那這個是 Cat 就是貓嘛 對不對 這樣沒有問題吧 那可是問題是真實世界的影像 往往不是長這樣的啊 對不對 這個 你可能 這張影像同時有貓或狗 和狗 那請問一下你要把它當做什麼 這個是真實世界會遇到的事情 但是 這個 機器學習 就是深度學習在做的時候我們似乎 好像把問題想的太簡單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classification是一種經典任務 我們目前會做這種經典任務 當然我們現在會圖像生成 可是我們先不要管 圖像生成 我們已經會做這種經典任務 還有另外一種 叫做 localization 什麼叫localization呢 就是 我同樣一個 single的object 我不只是把它 知道它是貓 我還要知道貓在哪 這件事情 會不會很難做到 左邊你一定會覺得很簡單嘛 對不對 右邊這件事情會不會很難做到 不會 為什麼不會 你會把他捲 水色框框就好 那是人啊 我實在是AI啊 AI也不會 為什麼 我們之前有教過了 你之前可以看到 他看鯊魚是在看哪 對不對 這件事情也沒有那麼難做到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但是後面的東西就有點難啊 對不對 來 我們現在想要做一個進階的任務 因為 single object的image 這是少數 大部分的情境 我們看到的都是multiple object 這個圖裡面 同時有貓 有狗 還有鴨子 他這張圖 到底要做什麼分類 我不知道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甚至還有更進階的 segmentation segmentation是什麼呢 我不只要框出來 我還要拉出 他是 在哪裡 好 我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大家覺得 識別 識別就是左邊 跟切割 切割是右邊 哪一個比較難 切割 切割比較難 從人的角度來講比較難 因為這樣 如果要電腦 因為這樣是識別 因為他有從別的環保 你覺得 從電腦來講切割比較簡單 對 嗯 來 可以同意嗎 李俊何你同意嗎 你同意 好我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講的沒有錯 實際上 以電腦的角度來講 object detection比較難 你可以想一下為什麼他難 他的框框數目是不定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你目前你之後會 我之後會教你 你們現在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他的outcome長什麼樣子 可是右邊那張圖 sigmentation 你是有辦法想像 他的outcome長什麼樣子 來 你想要把人 sigmentation出來 input是這張圖 outcome這張圖啊 那 這不就是 你現在input output 我們不是教過了嗎 就你用autoencoder那種結構就好啦 反卷機 就是你用卷機再反卷機不就好了嗎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sigmentation真的沒有那麼難喔 物體分割任務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難 我們 這是我們學習新的任務 我們新的任務 每次我們要學新的任務之前 我們都要決定一件事情 input是什麼 output是什麼 input是 to output是 這個 這一個 human based segmentation出來的 好那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樣子你會對吧 這樣子 你要sigmentation 你要sigmentation的人出來 你會 你要弄出大象你會 這樣怎麼做 我同時要 抓出 車子 也要抓出大樓 也要抓出馬路 怎麼抓 這樣的 annotation 這樣的 label長什麼樣子 欸講得好啊 就很多個channel 對不對 第一個channel是他 人的我們一個channel 大象的一個channel 那所以馬路一個channel 這個 那個 呃 斑馬線一個channel 那個 人一個channel 這個 這個大樓一個channel 對不對 講得好 多個channel就好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 不會很難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簡單的 小實驗 就是這裡有一個 這個isci challenge 他提供了非常簡單的資料解 就是做 細胞膜的 把細胞膜給抓出來 把細胞膜給切割出來 這件事情有什麼難的 難在這裡 你如果從 你大概可以看出黑黑的地方 就是細胞膜 對不對 可是細胞核要去掉 細胞核被去掉了對不對 對不對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啦 我 不然我直接 調說 顏色大於多少的人 那不是很簡單嗎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只是把黑白化的話 這太簡單了 關鍵是 你看 左邊跟右邊 我只要把細胞 膜 弄出來 我還不想要把 我還不想要把 我想要把細胞核去掉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我這樣子 我現在 有 我們現在就要做這個任務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其實在這裡下載壓縮檔案 要不要解壓縮之後就可以用了 好我們把圖 圖進來試試看 好大家看到 這是圖 好我剛剛說 如果你 你認為那個Label那麼簡單的話 那你就錯了 我們來做個實驗啦 我們把它大於0.5的秀出來 我們把它大於0.5的秀出來 好 你看我如果用0.5的話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細胞核還是非常明顯 那如果我們0.7勒 欸 呃 大於0.2 2 0.3 0.4 0.4 無論你怎麼 你怎麼把圖像二質化 它的效果跟這個都 效果跟那個Label都還是差很多對不對 所以那個Label是真的要學的喔 不是不用學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那我們這裡面有兩個檔案 一個是 一個是Data 另外一個是 那個 Label Training才有Label Test沒有Label 大家把那個檔案下來下來之後 你會看到這樣的一個資料夾 ISBI 有 Training Volume Training Label 跟Test Volume Test沒有Label 所以我們只要看 切割出來它像不像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把 Training的Label把它讀進來看看 怎麼了 好這是Training的Label 我們又是要 左邊的這個 呃就是 短男娘土去學習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齁 我們要學習出這個東西 好 Test的 Test的這就是圖嘛 Test的這個圖 這樣可以吧 我們現在要 就是我們現在要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做咧 首先我們就先寫Iterator 對不對 來Iterator怎麼寫咧 就一張張圖 先把它 呃我這邊的範例是 先把所有的 所有的Data都先讀起來了 那讀起來了以後 這個 呃這個 就是我們再來寫Iterator 這樣可以齁 來 我來 Training 我重新 重新貼一下 這個要重新貼喔 你不能不貼喔 因為這裡 它會產生Training Y 跟Training X 兩個東西喔 所以你不能不貼喔 好 這邊Training X跟Training Y 這兩個東西是我們要的喔 我們一定要有這兩個東西喔 好 那接著我們來寫我們的Iterator 這個Iterator就是 我的Training Y跟Training X 一點點把它拿出來 我的Data就是Training X Label就是Training Y 這個Training Y就是我們剛剛那個Label 那它的Input跟Output是完全一樣的 的Size 就是它的Shape是一樣的 我們把它拉出來 好我們來嘗試使用一下Iterator 這個 我的Band Size只有2 這樣 我總共只有給你30張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Label跟 就是我們把這個 把它放在一起看 好上面是Data 下面是Label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要網路了 把這個東西Training出來喔 它的Dimension長什麼樣子咧 我們先來看一下 512X512X1X2 這沒有問題吧 512X512的土 黑白土嘛 然後兩張 Label咧 Label也是一樣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現在就要做Sigmentation啦 那我們做Sigmentation的時候 我們要來做這個Model Architecture 做一件事情 這個網路它是不是要變小 就是它捲機要慢慢捲小 又要反捲機再捲回去對不對 所以這網路可不可以用Resigual Learning 不可以 所以說 我們要 這個網路就有點生啊 我們需要BenchNorm Relation的幫忙 這樣可以吧 好 一個圖進來 先Convolution BenchNorm Relation 然後ReLU之後就Pulling E此類推一直到下面 然後再Deconvolution 這就是一個Autoencoder的結構對不對 這就是Autoencoder的結構嘛 非常簡單 那做一件事情 你的Outcome 你的Outcome一定是0或1嘛 因為 它的這個Outcome 不是一個連續數值喔 就是要嘛就是 白色要嘛就是黑色嘛 白色就是沒有被切出來嘛 這樣可以吧 所以它是一個 你應該要輸出一個機率 然後應該是用Cross Entropy Loss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我們再來定義一下 我們用FGD來做優化就好了 好那我們來開始訓練啦 開始訓練這個不會花很久的時間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非常快就Training完了 那我希望大家跟著我一起做 好它Training的非常快啊 對不對因為Data很少啊 好二十代Training完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Test Dataset讀進來 然後看一下結果 好我們來看一下模型預測結果啊 好這邊已經在預測了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結果怎麼樣 好你覺得預測準嗎 藍色的是AI的預測 這個是圓圖 你看 細胞核是不是被我去掉了 細胞核被我去掉了嗎 你把它疊上來你覺得它做的如何 還不錯 還可以嗎 對不對 好 這個是 這個 所以代表它學的還不錯啊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 這個Segmentation模型 有沒有非常簡單 這會不會是我們所有學過裡面 算是前幾簡單的 因為你已經熟悉Auto Encoder了 我不知道大家一開始接觸到Auto Encoder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很難 但 仔細 想想 這個它就是跟Auto Encoder完全一樣的結構 所以Segmentation 是非常簡單 不是有點簡單 對電腦來講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好 來 我們現在 來給大家 Repeat一下前面的Walk 那後面我們希望你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你可以改寫Architecture 這沒有那麼難啊 這是本來的 本來的這個Auto Encoder的結構 這一個是 2015年的一個研究叫UNET 這個UNET是說什麼呢 這個 網路啊 這個它下來它不是一直往下卷機嗎 然後這邊就是反卷機回去嘛 你看一下它的往下是Max Pulling 往下是Max Pulling 往上是Up Commolu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它一直往下它是沒有辦法相加的嘛 對不對 往上回去也沒辦法相加 可是這兩層Shape一樣它是不是可以相加 你看它把它疊過去 它把這個512 60 這個 它把這個東西疊過去 疊過去之後 疊過去之後 疊過去之後再Convolution 然後再往上再疊過去再Convolution 以此類推 它這邊是不是就可以做直通通道了 那做一件事情喔 這個東西只有Segmentation的時候能用 你做Auto Encoder這樣子 那你就是把原圖長什麼樣子告訴它了嘛 所以Auto Encoder不能用 但是Segmentation的時候可以用 請你試著做出UNET的結構 好不好 好那我們把時間交給你 做一下 前面的Walk 把它做過一次 然後後面的再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這個UNET 這個 它的Architecture我來看一下 其實關鍵就是要有一些直通的連接通道 對不對 那這個 不會很難喔 你看 前面 完全是一樣的 它只有在這裡不一樣 它要把RELU6 跟RELU4 合在一起 然後一起丟進 Convolution 那本來的Architecture 本來的Architecture在這裡 Convolution 7 就直接接RELU6 所以我們的關鍵是我想要知道 RELU4跟RELU6 它是 它的 它的那個 Output Shape是一樣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請你在 在做的時候 你要不斷的去確定 好 MX Infraship 然後我們要確定一下 你的 呃 你的RELU4 Data如果是 512 512 1 2 欸 好 64X64X2X64X2 對不對 那這個RELU6 勒 好 它還是一樣 所以它只要 這兩個維度一樣 它就可以疊囉 好不好 這一個維度不見得要一樣 那你這樣可以疊 你如果是 你如果不小心弄成 假如說是 RELU5 它就不一樣 它就沒有辦法疊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所以說 它其實沒有那麼難 啊 就是你 你只要改這一行 然後把這個東西改掉 就這樣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了一個新的Architecture 好 得到一個新的Architecture之後 而Training這沒有什麼難度啦 那Training Training這個二十代 這個還好 好很快就會做完了 做完了以後 我們直接來做預測 好注意一下你看喔 它Training的CE Loss 它的二十代之後 它是0.19對不對 那本來咧 本來0.20 所以Unit好像要好一點點 至少Training 比較Training的起來 你說有沒有Overfitting 這個我們不知道 那因為它也沒有給那個 它也沒有給這個就是 Output的這個答案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量化 比較說到底哪一個比較好 但是我們是 事實上是可以比這個是 這個是用Unit Training出來的 那前面這個是 前面這個是用AutoEncoder Training出來的 所以這哪一個比較好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看起來幾乎沒有差別 那但是那個從Loss 因為我們這個沒有 沒有Outcome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做這個事情 這樣都會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覺得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子 看這邊Paper很難啊 我說 就是說 就是 人家Paper提出一個這個Outputure Number實現出來 會不會覺得很難 不會吧 應該覺得蠻簡單的吧 所以看Paper的效果不錯 對 Paper果然要多看對不對 那我們再看下一篇 好 這個 物體分割 最有名的研究 其實是這篇Paper The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For 這個 Sigmatic Sigmatic 那這篇Paper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 他跟Unit其實差不了多少 那最大不一樣是 他發現啊 這個Unit 他是不是 Input Size是多少 Output Size就想要多少 對吧 可以了解我意思了 欸他發現 你把它搞到解析度這麼大 那反而 反而解析度不好 反而不準 你如果 到這裡就輸出了 到這裡就輸出了 那反而比較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要怎麼做 他意思是說 你看喔 你看這個是不是比較糊 欸但是反而比較好 這個 他 預測的解析度比較高 所以會出現這種小洞 那反而沒有比較好 所以比較起來 他反而比較好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意思是 上彩樣三次最好 意思是原始的一張圖 這樣就是一次上彩樣 上彩樣三次 他覺得效果最好 到這裡為止 當然這一張圖是512乘512 然後他下彩樣五次 他總共下彩樣五次 那個 如果你未來 你是256乘256乘256的圖或什麼 你可能上彩樣下彩樣的次數 可能會不太一定 好不好 那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試一下 這只是一個idea而已 好 那我們來改一下我們的architecture 你看我們的architecture 我們concade 6 conversion就出去了 所以我們的alput shape 我們的alput shape 我們的alput shape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 alput shape是 最後 我們要讓他一樣就好 我們讓他一樣 但是我們這裡多了一個東西 叫做 這個 應該說我們這裡多了一個東西 叫做 Upsampling 他是直接把pool的東西 直接把它 放大 他放大什麼勒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 Upsampling Upsampling是什麼勒 就是我本來 redu5 我本來redu5 是 32x32 那我直接把這一格 分給4x4的格子 也就是我直接把這16格 就是同一個數值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 很多直通通道 也就是說 你看我這裡 他變成了redu3 up4 up5 一起把它concade在一起 這樣大家懂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up sampling的效果好了 好 一樣 我來 我來做這個 info shape up5 up5 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128x128 可是 他的 input redu5 32x32 所以你看到了 這裡有個 scale4 對吧 那用 billinear billinear是說 我在這裡做up sampling的時候 我有做這個 就是我不是直接把像素往上而已 我還有做就是 圖像的就是 呃 就是讓他 就是整張圖看起來 就是比較平滑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有一個 up sampling 這樣的一個技術 你把up sampling 想成就是pooling的相反 pooling的相反 就是你圖片 你 我們應該都知道圖片 我們可以任意的縮放 你說當然是很好理解 就pooling 那放 放大 基本上就是up sampling 這樣可以好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 那我們得到這樣的architecture 我們再做一次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得到一個model 我們直接看一下結果好了 這三個 這三個 這三個模型 不見同一張圖這三個模型 這張圖是 第一個autoencoder 這張圖是 這個unet 這張圖是 那個 剛剛那邊paper說的 剛剛那邊paper說的好像沒有比較好 細胞核是不是被割出來 對 這張圖好像 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 那這張圖 這兩張圖你覺得哪一張比較好 左邊嗎 很難講啊 就是他們差別很小 差別很有限 至少那大顆的都被去掉了 這個大顆的留下來比較多渣渣 這邊其實還是有留一些渣渣 對不對 好 所以unet unet應該 就是大家應該了解了吧 還有sigmentation的任務 你應該不會覺得sigmentation很難吧 對不對 你應該會覺得sigmentation很簡單啊 就是 比起這個 我們 我們上捷克或者上上捷克教的這個 對抗生存網路 你應該覺得 喔這超簡單的 你還記不記得對抗生存網路 因為他不能one stage training 為什麼他不能one stage training 代理均衡 為什麼不能one stage training 因為他的generators 就是三次的地層 喔 Label Waffen 沒錯 所以他不能one stage training 所以 他必須卸地層 所以說這個 這個 那個sigmentation 簡單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 建議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說之聲想要做 類似這樣的題目 當然 classification 是最簡單的 classification 是 沒有什麼比classification 非常簡單的 那 sigmentation 也沒有很難 對不對 那 Autom Coder 主要問題是 好像沒有這個需求 就是你也不知道什麼 研究題目 要做Autom Coder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教 物件識別模型 那我要先跟大家 講一下 物件識別模型 這個東西 非常的難理解 等一下 再也沒有練習題 今天的課程 再也不會有練習題 今天的課程 這個 等一下 之後的一個小時 甚至兩個小時 我們都要講 物件識別模型 然後都還不會做實驗 實驗要下一節課才會做 因為這個東西很難 好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 這個物件識別模型 最難的地方 在於 我們如何預測 不固定的框數 我們現在先 在 開始之前 我們先問一下 大家 要怎麼 怎麼想這件事情 你就可能最聰明拿了 我有可能預測 不固定的 東西嗎 很難 那要怎麼預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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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會重疊嗎 那這個重疊怎麼辦 嗯 出現兩次 對 所以就是 像那個 在人群裡面 我要是 找到那個 碎飯的時候 怎麼在那個人群裡面 而且人也很有可能會疊在一起啊 對不對 嗯 對不對 大人抱小孩 那小孩是不是要拉個框 大人是不是要拉個框 對 而且可能那個 方面就是 在 對不對 動可能也沒那麼重要 我們先 我們先思考 就是 你讓東西動起來 其實沒有差很多 我們現在就先思考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搞出來 對吧 這個 這個是不是很難 好 所以我先確定一件事情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理解 請問一下 Output shape 可不可以不固定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好我們換個講法 這個 今天它畢竟就是一個數學函數 對不對 那 數學函數的Output 有可能是不固定的嗎 沒有 我們只能training參數 我們又不能training architecture 對吧 Architecture 是我們先定好 定好就定好 今天這張圖 它只能 它輸出 100個框 那就是規定 就是100個框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頂多只能規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最多輸出100個框 那如果 model認為這個框 不好 那我們就把它去掉 那我們不要顯示出來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現在是在帶你們想 這一張圖的Output 最多 就是 假如說 100個框分給 car 100個框分給person 100個框分給什麼 不一樣 那 每一個 最多最多 就是 多少個框 那我只是在顯示 我一次預測的時候 就是預測這麼多 我只是在顯示的時候 不要顯示這麼多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我們的Output Shape才會固定 好 那實際上物件識別模型 他是怎麼做的 我要怎麼分配那100個框 當然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 圖像所有地方都有可能出現人 所以我一定是均勻的去做一個掃描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怎麼做的 實際上我們一定是用不同的 我們一定是會拉一個候選框 sliding window 然後去搜索那個物體大概在哪 大家要注意件事情喔 這個 sliding window 這個框 你可以把它想成 這個框 這張圖 我就要丟給一個卷肌神經網路 那做完之後 我就看他是不是什麼 他是不是什麼 這樣是不是就簡單多了 好 但是他還有一個難的地方 好今天框到這裡的時候 他發現這是一台車子 可是 這個框是不是要做一定程度的修正 不然他邊界拉不好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除了要做 這個他除了要做是不是以外 他還要做框的修正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他問題是不是簡單多了 這個卷肌神經網路 他除了要做 sigmentation 他除了要做classification以外 也就是說我用個卷肌神經網路去掃描這張圖 至於要掃得多細 我們可以再談 這跟解析度有關嗎 但是 我們 掃得多細 我們可以再談 那 他就是一個classification 有沒有什麼 對吧 那有沒有什麼 之後我們還要做一個修正 修正這個框 他應該要長寬要怎麼變呢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是不是一個regression問題 比如說我預測到這裡的時候 喔他的寬要變長 那他的這個高 也要做一個修正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還有一個東西要注意喔 欸這個 你 你把這個高 跟寬修正了以後 你要不要移動他 你有可能要移動他對不對 所以你的 你可能要左移一些 右 左右移上下移一點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個model 他在你隨便給你一張圖 你把它想成 你先不要想他sliding window 這樣掃描喔 給你一個小 proper 他是不是要輸出五個資訊 哪五個資訊 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台車 這是第一個資訊 第二個資訊是什麼 他是不是 他要左移 左右移 他要怎麼樣個 匡要怎麼樣個縮放 長寬 長寬 長要怎麼樣縮放 寬要怎麼樣縮放 這第二個第三個資訊對不對 第四個資訊是什麼 他要左右移多少 第五個資訊是什麼 上下移多少 這樣可以吧 所以他至少要輸出五個資訊 那至於第一個資訊 他是不是 什麼 有可能 因為你今天也許不只要找車啊 你要找車又要找人 所以你可能會有很多個 這樣可以了解吧 但是 重點是剛剛後面的那四項 就是 長度 要怎麼縮放 寬度 要怎麼縮放 要左右怎麼移 上下要怎麼移 這四個information 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basic 這個knowledge 好那接著 這個 如果我們同一張圖 因為他會這樣掃描嘛 那如果你掃描解析度是一個像素 如果你掃描解析度是一個像素的話 是不是 你掃描解析度是一個像素的話 是不是 在臉的周圍 他都會拉出非常多框 可以了解吧 那我要怎麼樣留下一個框呢 有一個技術 叫做 這個 非最大 這個 叫做這個 非最大抑制法 什麼叫非最大抑制法 就是 這麼多個框 他總用 我剛剛不是講 他會output一個properity嗎 那個properity 最大的 我們就把他留下 那小的我們就不要了 那 小的 除非跟大的 沒有重疊 這樣我才要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重疊我們可以去規定 如果要重疊百分之幾 就算有重疊 那我們就不要了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那這樣的方法有幾個明顯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搜索的框的數目非常多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我們 而且就是 我剛剛講了 長寬比還沒有 就是 因為我問一下 你有沒有可能 把無限多個 長寬比 都 做出來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你的長寬比一定要用預測的 你不能夠用 你不能夠用 事物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不能說 有一個1比1.5的 我掃描一次 1比1.7的 我掃描一次 這樣做不完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一定是要用預測 好 第一個 walk 是 rcnn regioncnn rcnn 這篇paper 現在被引用幾次 我們來看一下 2萬多次 2萬多次應該也算是頂級的研究了 整個國防醫學院 引用次數最多的老師 這輩子發的所有次數加起來 可能都沒有1萬 那2萬已經 2萬已經非常頂了 1篇研究2萬已經非常頂了 那這樣這篇研究他到底做什麼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希望 他希望 他希望找一個 捲基神經網路 去一直掃描 說而圖 那我剛剛講 他總共要預測 5個東西對不對 其中4個東西是 邊界框預測 那另外一個東西是 類別預測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可是這樣子的運算量 會不會有點大 你想一下 我這樣一個捲基神經網路 我這樣子掃描過去 這樣要花多少 運算資源 你一張圖你要把它切割成 你是不是要把它切割 你想一下 如果我們有一張 如果我們那個捲基神經網路 是想要鎖定 32x32大概這個size 大概這個size的 大小的物體 那圓圖是1000x1000 那你要每格多少像素掃描一次啊 這可能做不完 這是一個非常嚇人的數字 對不對 你剛剛發現 捲基神經網路 本來就很花運算資源的對不對 所以他 沒有他不直接這樣 而且 你如果32x32的這樣的一個捲基盒 捲基器 你去做搞不好還會少不到一些太大的物體 對不對 所以你會不會32x32的也要 64x64的也要 128x128的也要 這樣會不會做不完 會 所以他不是用 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他不是這樣做 他能怎麼做欸 他先用一個選擇性搜索的技術 這個技術喔 我不會教 因為他已經被淘汰了 我講的是 這整套概念已經被淘汰了 所以我當然不會教其中 裡面的東西 以後用不到的東西 他邏輯是什麼呢 他邏輯是先做一些色彩的大致上的區隔 就是2004年發表之前論文 那做完這個之後 他是不是會變成一個色塊一個色塊 我一個色塊 拉一個框 因為這個色塊的長寬比我一定知道 他的長 是從哪裡到哪裡 寬是從哪裡到哪裡 我一定知道 我就一個色塊 做一個 一個色塊的範圍的圓圖 做一個卷移神經網路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大量減少運算資源 所以前面這個概念 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 首先你要先把這個圖 先依據色塊做一個大致上的 這個大致上的這個分類 可能就出現了大概 然後根據他做了一個切割之後 你大概出現了大概可能800到1000張圖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800到1000張圖 全部丟進一個卷移神經網路 那這個卷移神經網路要做幾個東西 要做他是不是什麼 再加他的框的預測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他很忙沒有錯 但是這個 至少 我們是 我們知道他的Input Input就是圖嘛 那Output就是五項 這樣是不是 本來看起來好像是 一個不定數目的Output 預測 變成了一個定數目的Output 預測嘛 今天卷移神經網路就是輸出五個數字 第一個是機率 第二個是 然後後面四個是對框的修正 對不對 那Training Data可要怎麼準備 注意一件事情哦 我們知道那個Model的Arctitur 它的Output長什麼樣子之後 我們還要知道他的Training Data要怎麼準備 Training Data要怎麼準備 那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我們就用同樣的方法處理原圖嘛 那處理完原圖之後 我是不是每一張圖都被我換成800到1000張 那800到1000張的這五個資訊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標注上去 我可以 知道說 我總是可以知道說 他的框 要 他的框跟原來的樣子 可能要往上移動 他已經被淘汰了 我們來看 下一篇研究是怎麼做的 好 我想問一件事情 現在 李駿河 你覺得這個研究 是你的話 你要怎麼改進 陳金聰你要不要發表一下 你這麼聰明 小車車誤會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說你誤會好不好 你這樣子之後 有位子我要怎麼推薦你 你推不推薦金聰 你不要對他有誤會 我要這樣嗎 來想得到嗎 我給大家一個想法 你覺得 sliding window這樣子掃描 有沒有很像卷機啊 很像耶 那你還記不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當初 在做卷機盒的時候 我們當然知道 卷機器是一個線性運算 卷機器是線性運算 這個我們都知道 對不對 那你還記不記得 之前 我們介紹了一遍 就是network in network 他說卷機器是線性運算 這對不好 我想要 用 MLP 就是多層感知機去做卷機 對吧 那他也發現效果比較好 當然實現起來很簡單 就是一乘一的卷機盒 堆疊這樣而已 對不對 現在 我好像遇到了一樣的問題 我難道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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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做卷機 我難道不能 共用卷機嗎 反正他的 參數也是sure的啊 我難道不能一起做卷機 一起做預測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不會很難實現啊 不會很難實現啊 就是卷機掃描過一次啊 這一步去掉就可以 這一步是什麼 我要先知 因為他的框 每個 Data size不一樣 那我把它固定 固定某個size就好啦 我把它固定某個size 他就可以 直接掃描過去啦 對不對 這一步去掉就可以 所以說這一步是值得被淘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圖 先進卷機網路 那這個有一個叫Fast RCNN 那他先進了卷機網路之後 他當初還沒有淘汰這個東西 他是先進卷機網路 然後他會出現一個高階特徵圖嘛 對不對 這個高階特徵圖 他用選擇性搜索 選擇性搜索就是我前面講的這個東西 把它割成不一樣的 割成不一樣的 區域 這個高階特徵圖 他原圖可能是256x256 上去到卷機了之後 可能剩下32x32 他在把那個32x32 根據 選擇性搜索 那有些 有些 有些框可能比較大 有些框可能比較小 框比較大的 可能抓到了2x3的像素 框比較小的可能是2x1的像素 這樣上去是沒有辦法 input size不固定 是不是沒有辦法 做predict 所以他就把它 pooling在一起 pooling很簡單的 就平均就好 你2x3的 我也把他pooling成1x1 你2x1的 我也把他pooling成1x1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做 class regression 就可以做MLP了 所以後面是前連接層 那我們剛剛把這個技術 就是把不同的大小的 東西pooling在一起 這個叫做 興趣區域磁化層 這層次不好寫 但你沒有那麼難 那這樣的東西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做 training 可以喔 來你看 本來一張圖 本來一張圖 你就是中間要放很多興趣區域磁化層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個興趣區域磁化層 你是根據什麼 樣子去設計呢 你是根據選擇信收所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Architecture會動 這Architecture會動對不對 對於不同的圖 Architecture是不一樣的 傳遞T2的方法也不一樣 所以 這個東西 它在Inference的時候一定是比較快的 因為我是一起捲機 然後我在選擇信收所做這個 但是它在training的時候 它每一張圖 要重新寫一個Architecture 然後 過完反向傳播之後 然後 那個 Parameter Architecture有改 可是有改的因為只是興趣區域磁化層的部分 所以Parameter是不改的 所以 這一張圖training完之後 我要用同樣的Parameter 再製造一個Architecture 再training別張圖 再 把Parameter留下 再用一個新的Architecture再訓練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訓練的過程有點複雜 但是 還是可以實現 這樣可以齁 前面那個興趣區域磁化層長這個樣子 就是 我這樣子 我就把這些東西鋪零在一起 這樣可以 我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是人要解決桌 阿 蛤 那是人要解決桌 喔對阿 你的Architecture要一直改 你說人寫也可以 或是你 用迴圈寫也可以 但你要 你要 你要只要解決這張圖 他假設有十個框 那他出來就是 十乘以五的預測 這張圖有100框 他出來就是100乘以五的預測 所以他的 所以他的 所以他的這個結構是完全不一樣 每一張圖的結構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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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齁 所以他不好寫齁 可是他Inference的時候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Inference的時候我就把它拆成兩個部分 捲機完了之後我做選擇性搜索 我選擇性搜索的每一個部分 我都丟給Regulation做就好啦 這樣是不是快很多 重複要做的事情只有Regulation的部分 所以這個東西他比前面那個比較快 所以他叫Faster RCNN 這樣可以吧 本來是Region RCNN 變成Faster Region RCNN 這樣可以啊 RegionCNN啊 好 那這一個主要不同的點就是 本來每一張圖片 我是先Resize 再捲機 現在改成先捲機 然後用興趣區域磁化成 去Pulling 然後之後再做Regression預測 那他發現 這樣子的Performance 差不了多少 但是速度快了幾百倍 你大概可以想像速度會快快 沒有到幾百就是幾十倍 這個速度很重 速度的變化是很重要的 好 那所以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了吧 那 Faster RCNN 比較起來他還定義很多 他還做了一些小改變 但是這些小改變我不想講 因為這一篇Pepper 還是一個被淘汰的Pepper 他只是一個過程 好那我們再來看下一篇Pepper 下一篇Pepper 我們來看他怎麼取名 下一篇Pepper叫什麼 Faster RCNN 那下一篇就是Faster Faster Faster的 對不對 那要不要再看Faster 前面再加個什麼 什麼 什麼一些字這樣子 什麼救急啊 什麼之類的話對不對 這個 這個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後面的Pepper的名字叫什麼 好 這一篇 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人啊 他是Facebook的 那在 他Faster RCNN出來之後不久啊 這個 何凱明也到了他們的團隊了 何凱明是誰啊 欸沒錯 沒錯 RecisionNet的第一作者 何凱明 從Microsoft跳槽到了Facebook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Faster RCNN做出來 Faster RCNN怎麼做咧 我們來看他這三個的比較 Performance差不了多少 甚至後面還略好一點 速度咧 25倍 又加了10倍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絕口 本來是 每一個啟發式搜索做完這個東西之後 就 給一個CNN去做 Classification 跟 Regression 這樣可以吧 這樣 這個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那這個咧 先做CNN 把 特徵圖抽出來之後 再做啟發式搜索 然後再做Regression 這樣 是Faster RCNN 這個當然比這個快非常多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你有沒有發現 啟發式搜索是 非常沒有必要的一個部分 沒有必要歸沒有必要啊 那我們要怎麼做 Faster RCNN 說我們不要再做啟發式搜索了 我們做什麼咧 我們做 Region Proposal Region Propos 提出 一個 到底 就是 他把這一步交給了一個神經網路 我讓一個神經網路來決定 哪些 Region 要拿來做後面的 那個 就是興趣區域詞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 告訴 我現在請這個網路去預測哪些地方 是一個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來這個東西 來這個東西 我問一下這個東西 他的創新就是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這個東西 他要怎麼 他要怎麼做咧來 請問一下 我現在有一個這個捲機神經網路 我要怎麼預測 他這裡 這裡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框長成這個樣子 我要怎麼預測 想法很好啊 但是實際上很難 不容易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的Input Size 你的Input Size 你的Input Size 不固定啊 你不是面臨了我們前面那個問題嗎 Input Size Input Size 不固定的問題嗎 對不對 所以他怎麼解決Input Size 不固定的問題 他這樣做 他說 我先用 2乘 假如說我用2乘2的 捲機盒 去掃描過 那這樣子的話 問他 這是不是一個框 然後我又用2乘3的 然後再用3乘2的去掃描 都去問他 這是不是一個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說 我今天 那我 我原來哪些地方是值得有一個框的 這個我可以先Nabel 來我現在原圖 原圖是一個 舉例來說抽到高階特徵 舉例來說抽到高階特徵的時候 我漲成8乘8 對不對 那我總是知道 之前的人 他大概是要用 這些像素 這幾個Pooling起來 這個就是人的位置 然後用這些去預測 他應該要可以預測出來 所以Regime Proposal 他要Proposal出這個東西 他要Proposal出這個東西 那他也要 那之後的那個 就是全連接層 就可以根據這個東西做Pooling 然後去做出Predition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樣子他是不是就變成一個分類問題 掃描分類問題 那這就是卷基層網路很容易可以做的事情 對不對 每一個 我這樣掃描完之後 每一個框我都做一個分類 每一個框我都做一個分類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可是啊 這樣 我們就要準備很多 毛框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毛框 AnchorBox 這個AnchorBox 他做不同的AnchorBox 去做掃描 那還有一個問題 AnchorBox還是需要做 這個 大小的預測 因為 你預先定義好的 絕對不夠 對不對 你搞不好 你搞不好 你搞不好要 再更多一點啊 對不對 你主要說你預先定義好的 只有2乘2 2乘3 3乘2 那他搞不好會有 7乘5的啊 那你必須要去做預測 所以這個AnchorBox 他不但要預測 這裡是不是有個框 還要做 Regression 去預測他要怎麼去 放大或偏移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樣我又可以準備Data 那我先train一個 Regime Proposal Network 我再把 Regime Proposal Network 做出來的東西 然後拿去做 CNN 這個Regime Proposal Network 就是這個RPN 他是一個兩階段的模型 但是因為他啟發式搜索的部分 被 CNN給做走了 所以速度快了很多 也少了非常多 候選框他做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這一個就是Faster RCNN 好講到這裡為止啊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Faster RCNN他的程式寫法 你現在難以想像他是怎麼寫 對不對 我們 Inference 的時候 看起來是簡單的 training 很難啊 對不對 我要怎麼training啊 那我一樣啊 我T度傳到這裡之後 我要繼續往下傳嘛 對不對 我是不是要弄成像那個 對抗生存網路一樣 寫底層 連傳好幾次 這個 這個 就是T度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他不好寫 讓我們來教一個 最具開創新的東西好了 這個東西叫做 這個東西他簡稱叫YOLO 這個名字取得非常好 YOLO是用哪幾個字咧 You only look once 他希望前面這種兩階段的模型 他可以一次做完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個Region Proposal Network 他當然現在Faster RCNN 是拿來做Region Proposal 他可不可以做分類啊 為什麼他不能同時做分類 憑什麼不行 當然可以啊 他憑什麼不能做分類 他當然可以直接做分類啊 只是 只是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啊 就是 我們剛剛 根據我們的Region Proposal 我們也許會放大 就像說你現在看到一個很大的物體 就像說 你想要預測一台卡車 那這個 那台卡車可能非常的大 在這個畫面裡面佔的非常大 你就沒有那麼大的Uncle Box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沒有那麼大的Uncle Box 所以 根據Region Proposal 你說 你認為你的東西要拉大 那我就要再整合這麼多資訊 把它Pulling起來再做預測 所以直接用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去做 Predition 去做Calification 唯一的缺點就是 對於一個大物體來講 我沒有辦法去把更多的Information 極強 那對於一個小物體來講 我沒有辦法排除一些東西 對吧 這是缺點 所以Performance會降 但是準確 但是速度會快非常多 好那我問線 是 我有沒有辦法 我們現在來想個極端點力 現在 這個 這個 它需要Uncle Box 對不對 既然我已經 我已經接受 我要用Region Proposal Network來做 我已經接受它會不準 什麼叫不準 就是 我 我現在想要預測卡車 我可能只能 這個 可能只能用卡車的一小部分 去預測卡車的 原框到底有多大 然後它是不是台卡車對吧 那我可不可以只用 我連Uncle Box都不要 我只用這個就好了 我如果只用它的話 那不是簡單很多嗎 你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拉出了一個 8x8 的高階特徵圖 我只用這一格 我也不要做 興趣區域詞化了 我只用這一格 我就直接做Regression加Classification 阿 可不可以這樣阿 想法不錯阿 那它會不會看不到卡車的全貌 會 你說比它小的它大概沒有問題 那比它大的它會不會看不到 會 沒有 怎麼樣解決 怎麼解決 投票什麼叫投票 我來跟你講 解決方法很簡單 我就是要讓這一格的資訊 有這裡的資訊 我要怎麼做 多疊幾層3x3卷機嗎 你看我這樣子疊了一個3x3卷機 這一格是不是就有隔壁的資訊 我再疊一個3x3的卷機 這一格是不是有5x5的資訊 所以疊深一點就解決了 所以對於一個深度神經網路來講 這個高階特徵 它其實是有全圖的資訊 其實是有的喔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就可以只用這一格 我要做哪些事情 來 第一個 Classification 知道它 有沒有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吧 第二個 知道它的邊界框要怎麼修正 修正有四個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有四個參數 長寬 然後上下左右 總共四個參數 最後 我還要知道它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一個這樣子 這個YOLO 它是在它做的方法就是大概就這樣 原來有一張圖 我大致上 我根據我的 convolution 的 neural network 的設計 我可能最後的 output 是一個七乘七的高階特徵圖 那我的這個七乘七的高階特徵圖 我的每一個框 這個框 我出來的高階特徵 我就要直接讓它預測 這裡有沒有一台卡車 那卡車的這個前後左右要怎麼修正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 我這樣的 蝦子摸象 也沒有蝦子摸象喔 你卷積疊的構成 我剛剛意思就是你卷積疊的構成 這一格資訊 它其實是有全圖的資訊 好 我現在有個問題 那好啦 我現在要分配 label 啦 這樣每一個格子 這樣每一張圖上來一定是一個 7乘7 24乘24乘3的圖上來 它就會變成7乘7乘 就來說1024好了 7乘7乘1024 那這1024的項量 我當然就可以做預測了 對不對 好 可是它的 label 要長什麼樣子 來首先我的重點是什麼 我到底要把這台車子分給哪一個格子啊 他說我分 因為你還捲機是怎麼捲機的 周圍的往中間捲 對不對 所以它的邏輯是我用這台車的中心 這台車的中心在哪個格子 我就分配給誰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車子的 label 這裡 這一格 就要負責 這一格車子的分類是 positive 然後 邊界框要怎麼修正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給他一些 label 那這一格呢 抱歉沒有車子 邊界框也不用修正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一格呢不用 這一格呢 請給我一個腳踏車的 label 那再告訴我邊界框要怎麼修正 他可能要修正比較多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必須找到中心點 你必須找到中心點 那找到中心點 之後 你要上下移動 你要上下左右移動 這個上下左右移動是什麼 就是框的中心位置 框的中心位置 對於這個框的相對位置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要怎麼去移動的中心 框的長度及寬度 你要怎麼去縮放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可以嗎 到目前為止跟得上嗎 我現在要直接用這個高階特徵 輸出四個資訊 然後最後還有這個框 是屬於哪個類別 所以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我要問你一件事 那如果今天一個大人抱著一個小孩 那我就把他抱在我的肚子 我的中心點也在我的肚子 我的小孩的中心點也在我的肚子 我這樣要怎麼預測 他這樣問他這樣是不是就出問題了 邊界啊他不太有邊界 沒有沒有邊界啊 他就是他最後都是 都分配給了這個格子啊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出問題了 對 所以說我一個 我一個高階特徵 我要準備三個框給他 我要請他預測三個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對於一個格子來講 對於一個中心 一個就是以我已經分派好的 7乘7的這樣的一個分派來講 這裡如果有兩個物體 那我就要給他兩個框的預測 那如果有三個物體的 就要給他三個框的預測 那我們先定一個上限 一個中心點 最多就預測兩個或三個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或五個 你要五個也可以 十個也可以這樣的東西 好可是這樣有個問題啊 那我到底是哪一個 這個權重顯然是不屑兒的喔 你要BOX1的權重 跟BOX2的權重 跟BOX3的權重 是不屑兒的喔 那我小孩要分配給BOX2 還是BOX1還是BOX3 那我要分配給BOX2 BOX1還是BOX3 我要怎麼分配 為什麼 依序嗎 依序不行啊 那我怎麼知道順序啊 我不能夠 我這樣講好了 你 畢竟這個BOX1 他鐵定 他的權重 他不能夠今天你要教他預測小孩 明天你要教他預測大人 對不對 來所以 我們有一個方法 就是對於 對於這個 就是 如果你同一個 同一個這個 七層這個格子裡面 同時有不同的物體的話 我們可以依照大小分類 依照大小給他排序 假如說第一個BOX 永遠都會先找最大的 BOX2永遠都會找第二大的 BOX3永遠都會找第三大的 那第四大的我就不要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以後 model training出來之後 BOX1就會知道說 喔 我就是找最大的那個目標 BOX2就會知道說 我雖然看得到最大的目標 但是BOX 但是我要讓給BOX1 所以我要預測第二大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樣他的training data 是不是也蠻好準備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就是我就 我首先我先把不同的物件 我先分配給不同位置 然後左右上下修正 這個當然可以自己算一下 那這個 這個長寬的修正也可以自己算一下 那剩下就是分配給不同的BOX 這樣懂我意思吧 第一個永遠分配最大的 第二個永遠分配第二大 第三個永遠分配第三大 依此類推 或者是第一個 一定這樣子比較好 有些你可能會想說第一個 分配給人 第二個分配給 車 那我剛剛講那個 我抱著小孩 那是不是 就會擠在這個框 他只能做一個預測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好 好那 YOLO相較於RCMN系列 他捨棄了Regime Proposal的過程 那用中心的資訊去預測 目標的資訊 那他是不是 他一定會危害準確度的 你想的很好 但是 人家也不是智障啊 所以他一定會危害準確度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要怎麼解決叻 有一個研究 叫做SSD SSD說啊 你用中間來預測 這個不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太粗糙了 我們這樣好不好 我們設計一個東西 我們前面不是有提到 有個東西叫Anchor Box 那嗎 這個Anchor Box 我要怎麼應用到這裡呢 欸 我原圖長這樣 我現在 預想 我們當然Bestline 就是有一個7x7的分割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 再把它分割成 舉來說 3x4 那我也做一個分割 可不可以 可以嗎 那3x4 3x4你會說高階特徵圖是7x7 那我要怎麼3x4 很簡單啊 那我那個3x4的地方我就做 興趣區域磁化成就好了 對不對 你當然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我預先定義好很多個 預先那個興趣區域磁化成的結構 然後 我這樣子的話 我這樣有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第四組第五組 那我分別去讓他去頂 讓他分別給他Label 然後讓他去預測 好這樣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腳踏車這個物件 他除了分配給 原始7x7的這個框以外 他可能也會分配給3x4的某一個格子喔 他可能會分配給 他可能會分配給4x1的某一個格子喔 他可能會分配給4x1的某一個格子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你會說 那腳踏車被這麼多個東西預測可不可以 欸可以啊 最後我們再看誰機率最高就好啦 看誰機率最高 我就把機率小的去掉就好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而且 這樣子的話 他是不是還可以 捲基層不是捲到最後7x7而已啊 他捲到中間可能是 14x14嘛 那我可不可以用14x14的來去 抓比較小的物體 用7x7抓比較大的物體 所以這個SSD 他就是把 中間他 做一個基本的捲基之後 他就開始每一個地方我都要給Output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的準確度 就比YOLO好很多 但是他的速度咧 喔當然還是快 畢竟他就是一階段模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就是不用做Region Proposal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跟 RCNN最大不 Faster RCNN最大的不一樣是 Faster RCNN的Region Proposal 是Predict出來的 SSD是預先定義好的 那我預先定義好的 我訂多一點啊 對不對 你看他這邊訂了多少個 他說他訂了8700多個 我訂多一點有差嗎 就運算量比較大嗎 但是可以一起算啊 至少Architecture不用改 你前面那個Architecture 是不是就要改 就麻煩 那這個Architecture就不用改 那這個Architecture就不用改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 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剛剛是不是學過 一個東西叫UNET UNET是什麼 你一路捲機往上之後 我反捲機 然後再把它疊起來 對不對 SSD是不是一路捲機下來 然後就出去了 捲機到這裡之後 你看捲機到這裡之後 我再把它反捲機回來 然後把它疊起來 再做預測這樣好不好 這是會把UNET的結構 融合到 SSD裡面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這樣捲機出來之後 這一個就預測他 可是我現在不要直接用他預測他 我先把這個東西反捲機之後 把它疊起來再一起 用這個東西一起去預測 這個叫 RetinaNet 為什麼叫Retina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可能 可能 這個畢竟 欸 欸他們也不是這個 反正就是這個 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叫RetinaNet 好這個 網路 他的結構 是不是就簡單多了 我 這樣的一個框 然後我就做 subnet 這樣一個subnet 這樣做一個 box的subnet classification的subnet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就是SSD的 稍微的加強版而已 就是把UNET融合到這裡而已 那Performance也確實有提升 那準確度有提升 那準確度最後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應該比較容易理解吧 可以 前面的東西比較難理解 就是 我們現在一定要理解到SSD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SSD理解不了 至少也要理解YOLO 因為我們下一節課會教你做YOLO 好 我們現在 來分派一下 今天最大的任務 今天其實沒有練習 但是有個家庭作業 這個家庭作業是這個樣子 這裡有一個 這個模型 請你不用點這裡 請你點這裡 這裡下載完整語法模型 你下載完之後會長這個樣子 就這裡有個叫YOLO Model 這裡有一個 你會有一個 Model 然後跟一個 語法 這個語法 你把圖片讀進來 你把圖片讀進來之後 你可以直接做預測 這邊是減 我先把清空 同樣的 你可以隨便換一張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這個東西 我希望你要去了解什麼 你要去學習的是 它的輸出 你看它的輸出長什麼樣子 它的輸出 My predict 它輸出其實是長這樣子 它的輸出維度 它是一個list 它是一個list list裡面有三個東西 list裡面的第一個東西 是一個52x52x33x1 的輸出 第二個東西 26x26x33x1 第三個東西 13x13x33x1 你大概用屁股想都看得出來啦 第一個負責小物體 負責中物體 負責大物體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 這個東西 它怎麼變成這個框的 這個過程 Decore的這個function My predict這個function 只是告訴你說 你model進來之後 你model進來之後 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 你是 這邊有三個output 你要把output拿出來 然後變成一個predictlist 這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My predict 這個函數 你不需要去猜 你不需要去猜 你只是知道說 今天我的 model output 就是一個list 總共有三層 你需要猜的是 decore function 這decore function 它是怎麼樣 把這個框弄出來 你看喔 這個predictlist 進去這個decore function之後 它出來就是predictBoxInfo 直接告訴你說 這是什麼類別 它的 它的左右上下是什麼 然後它就上去了 這個show image 這個函數 只是把圖放上去而已 只是把這個box 把它拉上去而已 這個function 你要好好去研究一下 它怎麼做到的 你有研究 你就會知道說 它是怎麼樣 就是它是怎麼樣 你就會更了解 yolo version 3 注意一件事情 我今天沒有講 我今天只有講yolo 我沒有講yolo 還有version 2 version 3 還有一個version 4 version 4 那我跟你講 yolo version 1 version 2 version 3 都是這一個 都是這一個人做的 yolo version 4 是台灣人做的 但是我覺得 我是覺得這樣不是很好 就是它把 它幹嘛去用別人的名字 當然yolo是非常有名的模型 當然沒有必要用別人的名字啊 用個version 4幹什麼 它自己取個名字不就好了嗎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樣不是很好 好不好 不過可能名字 第一個名字也是不好取啊 第二個 取別的名字 取別的名字 別人也不認識嘛 用yolo version 4 這剛好可以用一下它的名氣 對不對 不然 我又不是美國人 你要取出這個什麼 Retina Net 對不對 這麼有質感的名字 我看也是不容易啊 好 所以請你去了解一下 它是怎麼做出來 當然 這個可能需要一些提示 就是yolo version 提示在這裡 請你自己看 這個我就不解釋了 我希望你們有 我這樣講好了 我今天給你們一串語法 這樣你們可以實現出來 就是 換一張圖直接實現出來 這已經是非常容易的學習方法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已經 你可以一點點拆耶 當然不是 你這樣一點點拆 你不知道它在做什麼 它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你還是必須先了解一下 到底 它在做什麼 它的邏輯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這一次的家庭作業 我們下個禮拜停課嗎 剛剛好 現在下禮拜 我跟你們講 家庭作業是不會檢討的 這個家庭作業是不會檢討的 因為我們要直接做實驗 做實驗的時候 這個家庭作業的knowledge 你就會用不到 你要自己對自己負責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知道這邊很多人 可能都不太願意對自己負責 但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最後 結語 就是 我們現在就了解到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任務 其實關鍵是 我要去定義它的Label 要長什麼樣子 去想它的architecture 要長什麼樣子 我今天都還沒有教Loss Function 它的Loss Function顯然是很特別 對不對 但是等一下我們下 我們再講 那你可以 下載 這個github這個範例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大量引用github 當然這個github是我寫的 就是請你做皮卡丘的任務 皮卡丘的任務我們就是下一節課會做 當然我這個github範例 我同時還做了很多其他的任務 你也可以試一下 這是真實世界的任務 好 那這個我們今天上課啊 就上到這裡 下一節課我們教大家如何在 這個 就是 圖片裡面抓到圖片裡的皮卡丘 這樣懂我意思啊 那 那就是電動盒子裡面的 他們可以去開啟到那個物件 呃 我先跟你講 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是我模擬出來的 就是我把皮卡丘的圖做一圈 模型做不同的旋轉啊 之後 然後我把它丟到 這個真實世界的場景裡面 那每一張圖都只有一隻皮卡丘 這樣懂我意思啊 那 這個 呃 這不是電動的東西啊 就是這 這不是電動的解圖 那電動也不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電動 如果是遊戲 覺得說Pokemon GO好了 Pokemon GO 那程式他寫的 他本來就知道皮卡丘在哪 他哪需要用AI模型做預測啊 是你要寫外掛的時候 你想要知道他在哪裡 你只有圖片 你只有影像 你寫外掛你才需要用這個東西啦 喔 好 果然我沒有做完東西 好 沒有關係 好 所以說 呃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前面那個家庭作業 我希望大家做 但是 不做 呃 講真的 就是那個對自己負責 還有一個要對自己負責的東西 就下一節課的範例 非常的長 下一節課 我不是都有語法嗎 嗯 我希望你在 下一節課上課之前 把所有語法都先貼過一次 確定他可以握 因為他非常多 你大概可以想像他程式不會太好寫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全部都貼過一次喔 他不會太好寫 那 我們這樣子的話 下一節課 那個上課品質才會好 不然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因為我現在對物件識別模型 我 已經講了 我有些描述 這些描述也許你聽懂了 也許你只是以為自己聽懂 這些東西可以幫助你去了解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懂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真的懂 下一節課做起來 你就會覺得輕鬆愉快 你就會覺得這個Lost Function 他當然應該長這個樣子 我給大家透露 我給大家偷偷看一下 夏捷克的Lost Function 長成什麼樣子好不好 長這樣 你現在看到一定就覺得很嚇人 好沒關係 你如果了解了以後 下一節課這個Lost Function 你不只覺得他很親切 你還可以改他 好不好 那我們 那我們那我們今天就上課 就上到這裡了 有沒有問題